历史世界频道 大韩帝国1897年10月12日到1910年8月29日 是朝鲜王朝末期君王高宗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国家 国土与元王朝相同 北方以压绿江河图门将与中国为界 国都同位汉城 金首尔 其广义上是朝鲜王朝历史部分 指示国号由朝鲜国改为大韩帝国 得名于古时三韩 1897年 俄管波迁的高宗返回德寿公称帝 大韩帝国历经两代十四年 至1910年8月遭日本并吞而亡 由于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分裂 大韩帝国也是迄今最后实际统治整座半岛的主权国家 1899年制定的宪法 大韩国国制赋予大韩帝国皇帝 拥有至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利 因此大韩帝国名义上实行军主力限制 但实际上仍然是军主专制国家 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不平等以四条约后 韩国反日义兵运动再起 1906年3月 参判敏宗职率领500名义兵起义 占领中青道洪州城 朝鲜半岛各地都有响应 同年6月 曾任战役 护曹参判等高官的儒生摧毅旋 众于全罗北道纯昌起义 影响较大的义兵起义 还有沁上到宁海地区平民生食的义兵 沁北东大山举义等 1906年下半年至1907年下半年 江源、京基、中青、全罗、沁上等到的义兵队伍 得到进一步壮大 甚至阔制汉城附近 沿海的永宗岛 也点燃反抗风火 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黄海道 平安南道、贤进南道义兵运动迅速扩展 各地义兵袭击日本宪兵驻地 杀死日军和清日分子 与此同时 朝鲜各地的农民和工人也纷纷暴动 或罢工与义兵互相声援、呼应 1907年7月19日 日本逼迫高宗退位后 韩国各地商人罢事、学生罢课、群众集会示威 最后发展成为暴动 8月1日 日本人强行解散韩国军队 京城市卫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浦兴患悲愤自杀 之后该营和第二营全体士兵发动武装暴动 击毙日军大卫委员为首的数十名日兵 汉城军人的暴动在朝鲜各地引发连锁反应 援州、红州、江华等的官军也纷纷起义 12月 反日一兵形成以李林荣为首的全国性武装力量 并对汉城发起了进攻 但遭到日军阻击而受重创 1908到1910年 一兵运动在朝鲜半岛达到高潮 一兵捣毁日军设施 清除清日派使许多地区的日本殖民统治机构陷于瘫痪 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 1907到1911年间 朝鲜半岛参加一兵作战的人数达143600余人 作战2900多次 1909年10月26日 反日一兵参谋中将安仲根在哈尔滨火车站 将伊藤博文击毙 同年12月22日 内阁总理大臣李丸用被刺呈重伤 不过议事的一举 并没有挽救大韩帝国的灭亡命运 1910年8月22日 日本与根虚国贼签订日韩合并条约 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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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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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